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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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醫師那就是說 其實情侶感情好的時候 這個發生性行為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為什麼如果真的是大潮 在真的很激烈衝突的時候 如果還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真的那個心態又是什麼呢 那是愛嗎 那還是其他的控制呢 因為通常男人會想要透過性關係 來修補彼此的爭吵 那女性通常在氣頭上 她是不想你靠近她的 這其實有認知上的不同 但是回到剛剛講 這樣的一個恐怖情人的概念 它還是在teach我們 在教育我們 基本上你還是要對人有一個基本的尊重 因為這背後還是爆發出一種沙文主義 跟一種我的權力高於你 我可以控制你 對 那在這個故事發生之前 我相信這個女孩子 你應該就知道這個男的是愛吃醋的 是 你應該就知道這個男的 當他談到你的很多男人員的時候 他是會抓狂的 對 那你為什麼沒有針對這個問題 好好的去處理它 我們的社會在面對這樣的狀況 真的是要多去關懷他們 像鄭傑也是 是 或是之前的這個Rogers也是 對啊 他們都有一個內在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被被疏導跟求助的 的確的確真的 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心裡這個情緒的問題 對 就是你怎麼去處理這個生命中發生了這麼多的困境 怎麼面對自己的情緒 這其實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對 其實很多男性受暴者他自己要求助 因為男性受暴者他有個心裡陰影 對 我是男人 我去警察跟我說 警察被我被家暴 警察的一個反應 軟腳下被笑對不對 笑得 你也用笑是 因為男人傳統上來講 他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很強大的角色 對 那所以家暴上我覺得 當一個男性受暴者 不管是言語 或是你的精神被威脅 或是肉體被威脅了 你其實也應該要去求助